2024年紐約布魯克林某個冬日的街頭 華爾登初上人來人往 一名中年男子依靠在某棟建築物的牆邊 他神色黯然 衣服凌亂 蓬頭垢面的 顯然是一個失憶已久的街友 一位好心人邀請他走進某間餐廳 吃了一頓熱騰騰的晚飯 順便對他進行了採訪 在盡頭前這名流浪漢道出了自己的故事 復旦畢業劉美博士 曾經的華爾街從業人員 然後便流落街頭無家可歸 這段幾分鐘的視頻引爆了華人世界 大家起初紛紛地表示同情和聯名 可是隨著時間的流逝 更多的信息被爆料出來 他的人生經歷引發了各界不同的意見 成為了焦點故事 而他現在的訴求不過是在大風大浪之後 能夠回歸正常的生活 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五月的頻道 我是五月 今天請大家跟隨五月 一起來了解一下流浪博士 孫衛東是怎麼樣從天之交子 淪落為無家可歸的故事 孫衛東現年54歲 出生於1969年 江蘇省江英市長靖正人 家中有一個弟弟 他們兄弟二人自小就是好學生 大人們眼中別人家的孩子 同學們眼中的學霸 孫衛東喜歡學習 是那種高度自覺認真的學生 他在小學的時候就擔任過大隊長 雖然不是一個非常外向的孩子 但是他可以和小夥伴們玩到一起 到了初中的時候 孫衛東的性格較以前更加開朗一些 也愛上了體育 他的學習依然非常的出色 在他的老師同學口中 甚至流傳著關於他的幾件義事 例如有一次 家中院子裡曬著剛剛收割的稻草 父母因為有事要出門一趟 在離家的時候吩咐孫衛東注意天氣 如果是下雨了 就趕緊把稻子堆在一起 再用東西蓋住 但由於孫衛東讀書學習太過於投入 他沒有注意到外面下其大雨 結果稻子被沖散 而且被淋濕了 老師們知道這件事情後 說孫衛東真正做到了 兩耳不聞窗外事 還有另外一個故事 情形和收稻子很相似 孫衛東被安排給家裡人做米飯吃 結果他忙著學習就給忘了 最後把米飯給燒焦燒糊了 或許在那個時候 孫衛東就知道知識改變命運的道理 才會如此痴迷於學習讀書之中 據說孫衛東在初中 曾經因病休息了半年 但當他回到班上 再來上課的時候 他依然是年級的第一名 讓同學們無比的佩服 如此的聰慧又努力 孫衛東的中考成績 當然也是非常的優異 六門課中有四門獲得了滿分 另外兩門加起來 也只丟了12分 亮眼的成績 讓孫衛東於1984年 從鎮上來到了江英市 最好的高中 南京高中 據說這個學校特別難以考進 當時的錄取率 可以說是千里挑一 剛剛進入高中的時候 因為孫衛東操著一口 與市區不同的相應 他有過一段不適應期 好在憑藉著自身的優秀和勤奮 孫衛東成了班上的學期委員 更加驚人的是 他只讀了高中的一個學期 1985年1月 孫衛東被復旦大學少年班 物理專業錄取 正是被認證為天才少年 成為學校的傳奇人物 孫衛東的高中同學魏先生說 他的智商極高 各種都很平衡 不只是在物理上有很高的天賦 在魏先生的記憶當中 孫衛東不太愛說話 但眼裡總是閃爍著智慧的光芒 當時整個年級 考入復旦少年班的只有兩個人 全在他們的班上 孫衛東更是以第一名的成績被錄取 少年班的選拔極其嚴格 有很多人無法獲得參加考試的資格 當時其實有很多聪明的同學 但和孫衛東比都自愧不如 現今南京中學負責校友活動的老師說 他在學校檔案室裡看到過孫衛東 一個學習的成績 很厲害 還有班主任寫的評語 當年除了孫衛東外 另一個被少年班錄取的學生是同班的班長 聽說他如今在上海生活 經營著一家上市公司 在眾人羨慕的眼光之下 當年田間插秧的孩子 來到了繁華的大都市上海 開啟了他人生的新篇章 孫衛東在復旦的學習生活非常的順遂 因為成績優秀 19歲的孫衛東就被推薦出國 他成功通過第9届CUP SEA考試 獲得了大名鼎鼎的李正道獎學金 這是一個中美聯合培養物理類研究生的計劃 孫衛東也得到機會來到紐約布魯克林大學深造 然後他就順利獲得了物理學硕士和博士的學位 孫衛東說自己在讀博士期間 每年有1萬多美元的獎學金 要想拿到這些獎學金 他還必須做一些代課的工作 所以他曾經在學校用英語教授物理課程 與孫衛東同時在復旦大學少年班的同學張先生回憶說 在復旦少年班的同窗歲月里 二人都是小朋友 有一点害羞少有交流 張先生還說 孫衛東當年拿到獎學金去美國的時候 是在1988年或者是1989年的時候 那時候的中美差距非常的巨大 他說孫衛東去美國的時候身上只有幾美金 有人還查閱了孫衛東在美國讀書期間 發表的全英文論文 一共有32篇 發表時間是從1992年到1999年 例如孫衛東先是於1992年到1997年 發表了22篇和物理方向的學術論文 1998年到1999年 又發表了10篇凝聚態物理研究學術論文 這32篇文章全部發表在物理學权威期刊上 例如頂尖的SCRI期刊雜誌物理評論 也可以說當時的孫衛東算得上是物理學星星一枚 張先生還表示 如果孫衛東當時選擇2000年的時候回國任教 他肯定能夠輕易獲得高校教授博導的支撐 如此努力的深耕下去 到如今恐怕已經是中國科學院的院士了 可惜人生並沒有如果 也無法回到過去再次做出選擇 孫衛東當時不回國的原因眾多 不過據說1993年的時候 孫衛東曾經回國看望過父母 還說他隨身攜帶了3萬美金 這應該是他讀書期間省吃減用 存下來的所有錢 可是不幸的是 在孫衛東坐車回家的路上 他的財物被壞人全部偷走 在怨恨自己不小心和對小偷的痛恨之下 年紀輕輕 缺乏社會閱歷 一直待在下崖塔裡的孫衛東 被周一偷竊事件深深的影響到 1997年博士畢業之後 孫衛東留校做了博士後 這一工作大概持續了兩年時間 在做博士後的同時 他又同時攻讀了計算機專業 在獲得美國綠卡之後 孫衛東還如願去了華爾街 從事軟件開發的工作 他自稱當時的月薪有13、4萬美金 有過北美高等院校計算機方向 博士後經歷的人表示 在1990年代 如果孫衛東在美國從事的是 計算機方向博士後研究工作 應該收入非常的可觀 如果是在華爾街 那個年代做IT 工資是所有行業裡最高的 如果是從事物理方向的博士後研究 薪酬較計算機方向會低一些 之後一路順風順水的孫衛東 選擇入籍拿了美國公民的身份 在學業事業上借有成就的同時 他遇到了愛情 孫衛東說他在紐約讀書的時候 在一次聚會上遇到一名中國女子 子女離過婚還帶著一個女兒 這名女子對孫衛東很好 慢慢的二人產生了情愫 然後他們就結婚在一起待了4年 可是令孫衛東萬萬沒有想到的是 這名女子通過結婚拿到美國綠卡之後 就和他開始鬧離婚 當時的孫衛東也遭受了華爾街裁員風波的影響 丟失了工作 在這段時期 孫衛東不斷的尋找工作 為虎口到處奔波 網上還流傳著孫衛東前妻的回應 他說當時因為孫衛東的精神狀態 擔心孫衛東會傷害自己和自己的孩子 才選擇離開了孫衛東 但是他對於孫衛東的照顧從未減少 前妻也坦承自己的改變導致了孫衛東病情的加重 前妻還說他從沒有騙過孫衛東的錢財 因為孫衛東在美國的錢財並不是很多 就這樣分居了4年多之後二人離婚 她的前妻另外成立了家庭 對於孫衛東的照顧也就越來越少了 慢慢的二人便失聯了 前妻表示他近期才知道 孫衛東竟然在街頭流浪 心感不安 他曾經想過給予幫助 但一直都沒有聯繫上 這位前妻表示 他認為孫衛東是一個好人 智力超群 只是生活能力上差一點 他希望孫衛東能夠把病治好 繼續搞他的研究 或許還可以回到某所大學教書 繼續發揮他的特長 孫衛東的自尊心很強 可是社會閱歷少 不懂如何處理複雜的人際關係 他還表示 希望大家不要過度關注孫衛東 因為這樣會給他帶來更大的傷害 近期有一位在紐約開店的老闆娘回憶說 2003年他剛到美國 在紐約曼哈頓開店的時候 因為英語差急需有人幫他打理生意 當時他本想招個女工 結果沒有想到孫衛東前來應聘 他看到對方個子不高 但眉目清秀 乾乾淨淨 牙齒白白的 頓時也心生好感 他問孫衛東 你為什麼要來我這裡找工作呢 孫衛東坦誠回答他說 我是在華爾街做計算機的 911大廈青島之後 我就找不到工作了 當時的孫衛東姿態放得很低 他甚至提出只要把他留下 薪水低一點也沒有關係 老闆娘見他英文好人又老實 最後就決定留下他 並給他開出了60美金的日薪 一週休息一天 經過一段時間的工作 老闆娘對孫衛東非常滿意 他說孫衛東不抽煙 不喝酒話不多 但工作非常的認真 招待客人也很勤奮 生意一來沒有他搞不定的 孫衛東從不遲到也沒有早退過 這個老闆娘對孫衛東是100個滿意 當店裡不忙的時候 老闆娘還會和孫衛東聊天 孫衛東說他很想自己國內的親人 2003年的時候 也正是孫衛東的父親去世的時候 但是他當時並沒有錢回國 根據老闆娘的說法 他發現孫衛東因為感情的問題 出現了精神恍惚的現象 此外孫衛東還曾經語氣悲傷地 跟老闆娘說 自己很愛妻子 但是妻子快不要他了 一語成稱 在分居幾年之後 他終於還是失去了這個家庭 經過這感情的打擊之後 他悲傷地沉浸其中 無法自拔 最後導致他的工作和生活 都無法正常進行 人際關係也出了問題 因為工作不穩定 生活沒有著落 孫衛東得了抑鬱症 還因病住過一段時間醫院 後來經濟不是很好 他再也付不起房租 孫衛東說他在2007年 被孤獨的幻想幻聽所迷惑 出現了幻覺 再也無法分辨自己在經歷現實 還是虛幻 慢慢的他就偏離正常的生活 開始流浪 他從唐人街到達布魯克林 16年來一直居無定所流浪漂泊 靠乞討和撿別人丟棄的食物活著 起初孫衛東白天可以去教會 領取到一些錢財和食物 晚上還能睡在 食元包夜的廉價網吧裡 漸漸的他再也沒有錢 付得起網吧過夜的費用 他只能早上買了早餐 去公園裡休息 每周去該街區附近的59街 撿人們留下的衣服和被子 當天氣太冷的時候 孫衛東就會鑽進地鐵裡過夜 因為有的地鐵站裡面有暖氣和長凳 16年的街頭流浪生活下來 孫衛東已經頭髮花白 牙齒鬆動脫落 難以咀嚼 只能吞咽食物 在接受採訪的視頻當中 當被問及為何不去政府開設的救濟站 與收容所 孫衛東表示曾經有紐約當地警察想讓他去 但他認為收容所離現在的地方太遠了 所以沒有選擇前往 在布魯克林 至少每天會有好心人給他帶來吃的 近期孫衛東萌生了求助同學的想法 他說以前還能堅持過去 現在的冬天非常的艱苦 他還冒出了回國的想法 想回到家鄉住一段時間 但之前沒有和家人提過回國的事情 如果回去還需要和家人取得聯繫 他還說教會或許願意給他幾千元作為路費 孫衛東也說讓我休息休息 我就能找到工作 如果順利 他還想找回華爾街工作 幾萬美金也可以 孫衛東在視頻當中 曾經用英文介紹自己 他也坦承我在美國錯失了很多的機會 因此我現在的生活依然很艱辛 原因是我不太現實 孫衛東受訪的視頻在網上迅速的傳播 他在美國乃至中國的親朋好友 也知道了他如今的處境 只不過各方的反應也大不相同 有的人表現很冷漠 有留言稱 孫衛東與家人不和 甚至早早就斷絕了來往 他在父親去世的時候都沒有回國 有記者從孫衛東一名親戚那裡了解到 孫衛東的父親是2003年去世的 留言說孫衛東當時並沒有回國奔喪 只是寄回來8000美元 經濟說出國了聯繫少很正常 但因此就說孫衛東和家人關係疏遠 甚至斷絕來往有些誇張 孫衛東的同學表示 當年的出國不像現在 與老家人的聯繫沒有那麼方便 聯繫少了自然就會出現隔膜 久而久之就有了一些謠傳 還有人說他的父親是在非典時期去世的 他身在國外來往自然有些不便 加上一些原因導致了他沒有回來 2024年1月4日晚 紐約上海同鄉會會長沈君表示 紐約復旦校友會已經在幫助這位校友 還有人準備捐錢給他 自己也在幫忙聯繫收容所的事情 復旦大學美國校友會行動迅速 孫衛東在復旦少年班的同學以及校友們 很快就建立了一個組群 擁有200多餘人 其中包括孫衛東的老鄉 在不同時期的同學 在美國的朋友等 1月5日下午 孫衛東的同學表示 現在對於孫衛東已經形成了全套的救助方案 不管是經濟支持 人力支持 還是法律醫學 所有都已經到位 1月6日 復旦大學美國校友會 紐約相關負責人表示 紐約志願者核心幫助小組成立 並且開始行動 他們與視頻發布人取得了聯繫 紐約當地的校友志願者 孫衛東的復旦同班同學 在1月4日就已經找到流浪街頭的孫衛東 復旦校友和同鄉於1月5日也訪問了他 現在有志願者校友定期陪護他 為他提供臨時住所和一日三餐 還幫助他聯繫國內的家人 有三四位同學表示 願意為孫衛東提供住處 不過需要一定時間的準備 不管是住醫院 酒店還是民宿都可以 但目前更緊要的目的是醫療救助 許多校友及社會各界紛紛表達捐款意向 他們表示目前還有大量的細節需要去考量 流浪多年 孫衛東的身份證件是否丟失還不清楚 如果已經丟失 他首先要做的是補辦證明 接下來他們會申請失業補助 據說可以有1000美元每個月 他們會幫他申請醫療保險 從而可以接受美國的公費醫療 據說他的這種情況可以免費看病 免費住院 甚至可以免費住療養院 孫衛東在復旦少年班曾經的同學張先生說 目前的資助群裡有來自各個專業的人士 據說還有復旦醫學院的專家 他們都已經準備提供幫助了 他還說在2004年的時候 曾經有同學去醫院看望過孫衛東 當時他已經被精神問題所困擾 會出現幻覺 但彼時的孫衛東並沒有開始流浪 同學們也沒有想到 三年後的孫衛東竟然就失聯流浪 張先生還說最近一位同學 和孫衛東見面的時候 討論起了物理學中 關於粒子散射的計算公式 而孫衛東竟然還能準確無誤地記得 張先生表示那是一個非常專業的前沿的公式 目前孫衛東有回國的意願 家人也得知他的想法 但是家人並沒有做出任何的表示 據說家鄉的母親老人家 已經有80多歲患有腦癒血 已經被孫衛東的弟弟 從鎮上接到了市裡一起生活 孫衛東的弟弟聚穿在南京中學教書 他在班级群裡得知哥哥的近況之後說 感謝大家對他的家人的關心 由於母親的健康原因 他並沒有告訴母親關於他哥哥的事情 這件事他暫時保密 主要是擔心母親無法接受這件事情 也有傳聞說 孫衛東的家人表示並不希望被打擾 網上還流傳著 孫衛東當年是常去賭場 甚至借錢不還 才導致家庭破裂 可是孫衛東當年打過工的老闆娘卻說 孫衛東不可能去賭博 即使去了賭場 也是因為那裡有免費的食物 孫衛東也說自己是炒股失敗 導致自己辛苦掙的錢虧光了 他的前妻也說 孫衛東從不做違法亂記的事情 而且很有骨氣 如今的說法滿天飛 真假有點難辨 2024年1月7日 復旦美國校友會委託當初公布 孫衛東視頻的自媒體人 王衛昭發布了一段孫衛東的自述視頻 他剪短了頭髮 換上了新衣服 對著鏡頭認真的說 這些年我經歷了一些人生變故 使我的人生陷入了困境 我非常感謝所有人的關心和幫助 王衛昭對媒體表示 孫衛東會留在美國 接受當地的社會福利 準備治療疾病 他的心願是回歸正常的生活 好好的工作 過體面的生活 至於以後會不會回國還不確定 1月12日 紐約志願者團隊委託發布相關聲明稱 感謝各地朋友們對孫孝友的關心和對志願者團隊的支持鼓勵 通過大家的不懈努力 其治療過程在本地社會的支持體系之下也已經順利展開 他們還注意到部分社會人士繼續炒作孫孝友的話題 並試圖接近引導孫孝友從事對恢復健康不利的工作 其實就是指直播 因為在事情發生之後 由主播找到了孫衛東 拉著他一起直播 志願者表示 對此重影響醫療進程 侵害他人的隐私 並謀取私利的行為 志願者團隊對此給予嚴厲的譴責 聲明還表示 志願者團隊歡迎各界人士為孫孝友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 根據孫孝友目前的醫療階段 並綜合考慮其長期利益 集成呼籲大家為此事件降溫 目前志願者團隊和校友會 已經婉拒各方媒體的直接採訪 但他們表示也會及時向公共通報最新的進展 2024年1月22日 復旦美國校友會和志願者團隊再次發布聲明 感謝大家對於孫衛東事件的支持和理解 還回應了網友們的一些質疑 例如過去是大家輪流陪護 現在改為了有經驗的人員進行陪護 孫衛東的生活環境得到了顯著的改善 此外孫衛東的身體檢查也已經完成 檢測結果也已經拿到 孫衛東的很多證件也找回來了 志願者們正在幫助他申起社會慈善救助 此前有不少人質疑 校友會和志願者給孫衛東提供的幫助 認為資金去向有問題 在聲明當中 志願者團隊表示 只對孫衛東的朋友 校友 或者是特定的人員發起募捐 而且全部資金將用於孫衛東的支出 復旦校友會強調說 幫助孫衛東的動機純粹就是基於人道主義 他們旨在幫助孫衛東重新獲得尊嚴和生活的希望 希望大家拋開雜念 關注事情本身 他們在聲明的最後部分還強調了 志願者團隊並非是救援類的公益組織 也沒有全職人員 大家都是第一次遇到此類的情況 會接近全力的幫助孫校友 在看完這些報道之後 不得不唏噓 感嘆人生無常 好在如今孫衛東已經得到了同學朋友的關注和幫助 希望他能夠戰勝病魔 重歸社會 將他的聰明才智再一次發揮出來 不知道屏幕前的大家對於此事有著什麼樣的看法呢 請在留言區討論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給大家介紹到這裡 我是伍玥 講述人世間真實的故事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 別忘記點贊 訂閱 留言哦 再次感謝 我們下期再見